大部份香港的公共交通工具 都不准寵物承搭 如果要帶深惡的寵物出去 唯有自己開車或乘的士 法例規定所有道路使用者要配戴安全帶 而寵物在承搭交通工具的時候 又有沒有相關的法例要遵守呢? 現在在法律下 其實就沒有任何相關的管制 例如狗或貓要帶動物的安全帶 主人也要留意在防止殘酷對待動物的條例 第三條說到如果允許運送動物的時候 就不可以令牠們受到不必要的殘酷對待 當中包括用太小的箱或太小的籃去栽牠們 令牠們受到不必要的殘酷對待 所以主人要去做一些運送動物的時候 就要找一些大些或合適的大小容量的寵物籃 如果是違反了這條條例的話 其實就可能會罰款20萬 甚至可能有監禁的懲罰 當然要找到一個籃不可以太小 如果太小的話令牠們覺得不舒服 或者會覺得是一個殘酷對待的話 這個才會觸犯法例 現在市面上有很多專為寵物而設的安全裝置 例如是吊床、床墊和固定口等等 可以保障寵物的安全之外 又可以防止寵物在車上高四圍走 影響司機駕駛 開車最重要都是安全至上 無情城Mocity一站式寵物資訊平台 尤其全港各區獸醫診所、寵物店和美容店的名單 還可以找到養得寵物的樓盤 記得上無情城Mocity啦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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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